話說之前說過廢論 X570主機板又貴又等等 便宜版又很廢 貴版又什麼呢 時間又是想要選快版要過2千元 怎麼選啊 話說一向X570晶片組的主機板是偏貴的 但偏貴還偏貴 我上次有個廢論在說過 如果我要選一塊X570主機板 最低限度都要過2千元才可以選擇 是不是真的沒有選擇 面前這塊是其中一塊 我自己看得上眼的X570主機板 就是華碩的RG Strix X570的eGaming版本 當然最高級的話 一定是選擇它們RG最強的 Crosseer 8系列的主機板 但那一堆都是針對極限超頻的來玩 其實坦白說我不是玩得那麼誇張的話 有沒有選擇呢就是RG Strix系列 E這一塊其實都是我 在林仔List中可以選擇的其中一塊 一齊看看有什麼特點 為什麼會特地選擇這一塊 其實X570主機板絕大部份都是採用ATX設計 這一塊都不例外 你想選擇小版 不是沒有但不在這個系列之內 主機板上的CPU供電部份的話 其實它需要外接一個8Pin和一個4Pin 但是整個供電它會用了16組的Power Stage 其實就用了12加4的設計 用來應付多核心的AMD CPU都不是問題 即是你可能塞顆3900X 啊 3-0X塞下去都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你看到它的冷凍器都做得比較大 所以不用擔心我真的用得比較多核心的CPU的時間 供電的輔助會不會很熱啊 其實是夠散熱的 因為剛才我講過 這一塊是X570的晶片主機板 所以它會走到Ryzen 3000系列的CPU 走Ryzen 3000系列的CPU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IMC會強了 即是你開用更快的RAM 你在BIOS的設定設定的配頻 可能走回1比2 甚至可以超級到3600以上的速度 走了3000系列的CPU 第二個好處當然就是PC 4.0 這個就是重點的項目 可惜大家買得到的絕大部份都是跟SSD相關的產品 暫時未見有其他4.0的周邊 Display Card那部份都是的 暫時只有Navi架構的Display Card 說到55XT、56XT、57、56XT 都是4張而已 暫時沒有太多的東西支援 但起碼有東西給你用到 但X570的晶片組的發熱量比較高 因為TDP已經去到15W的關係 絕大部份的X570主機板都會有一個主動式風扇 吹著晶片的散熱 這塊板也不會例外 它也有4線風扇吹著X570的晶片 接下來的部份就是跟大家息息相關 就是它儲存裝置的部份 儲存裝置的部份包含了2條M.2 而這兩條M.2都可以走到PCIe閃0的介面 與此同時這兩條M.2都會有一個散熱片在上面給你 不用擔心怕SSD因為過熱而會有跌速的問題 SATA頭的部份會有8個給你 絕大部份而言人來說都會夠用 PCIe插槽的部份 這塊板提供了3條PCIe x16的長度插槽給你 其實只有1條是行足16 另外1條是8同名1條是4 但你要行到3000的CPU才可以行到PCIe 4.0這個介面 要不然只有3.0的介面 主要裝顯示卡的2條PCIe x16會用了SafeSlock的設計 就是強化了一條槽 免得傻珠珠一掛整條槽連根拔 預防了很多這些問題 這兩條插槽都會支援NVIDIA SLI 或者AMD Crosbuyer 多卡運算的平台就用這些來組 雖然現在的確是少了人玩多卡平台 但有比沒有的 至於Io的部份 這塊板是用了一個pre-install的Io panel 不用特意放多塊貼片去組裝機 其實好很多 因為很多人組裝機就知道 有時忘記組裝那塊貼片 組裝成功機才知道 原來我沒有組裝貼片 所以要拆掉所有東西出來再組裝 免卻了很多麻煩 後面Io的部份最突出的就是網絡功能 因為它有兩個LAN 其中一個是2.5GB 另一個是平常用的1GB 又是支援之後會用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是不錯 買了將來 這塊板還提供了Wi-Fi 6的功能 即是無線 80.1AX的Wi-Fi 其實都是比較新的東西 但用得到它 你家裡必須有一隻AX的Router 有錢換上它 至於超頻的部份 也不是完全不行的 你看它剛才也有這麼強勁的供電上數 它一定會遇到你超頻的 也有些功能幫得到手 例如它的Debug燈 RAM的部份支援到4400 甚至可以超到更加高 方便每家自己再試過 最後不得不提這個最重要的就是光污染系統 它支援到華碩AuraSync 它有RGP和ARGP的砧牌 給予你平時光污染的產品 拍這條影片之前 我都有大約看過這塊主機板 其實賣家是甚麼價錢 都要2600-2700元 但其實如果你不是要極限超頻 要到EARN2等等 這塊板絕對夠用 當然你說不是我的預算 再多一點 那你就上Hero 或者再上這個Model 你說不是的 我只買X570EGAMING就已經很夠了 你說不是 我的預算還差一點點 還有一塊X570F你可以看一看 雖然我覺得沒有它那麼英俊 不要緊的 看得對的話就自己滾到老場研究一下 或者你覺得有甚麼X570晶片組的主機板 適合、漂亮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好 下一次我新影片再跟大家說 Bye Bye 好